然后现在是编辑模板 编辑模板是这一个 点开密码一样是0 然后这里也输入客户要输入的信号 客户要输入的一个数字 如果它要变量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输入这个数字 比如这个PIOXX就是变量 变量从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选择是000 然后这里 这里有个递增或者是残量 递增是001就往上一直往上加加加 残量就是永远打印的是这个数字 比如001啊002啊 永远是打印这个 如果你不变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不变的话可以把这个删掉 后面就把你要打的内容全部输进去 要变的话 你再是加这个PID 过号加PID 然后这里是递增地点什么的 你自己设置好 然后设置好就保存 然后保存就 然后现在是模板设置 模板设置一样 也是这个0 然后你要编辑模板的话 在这里面编辑这个 这个跳出这个你可以直接无视的 编辑这个 然后你可以选择标签的一个长宽 比如你这是100 还有这是30 标签宽度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要输入二维码 你就要这里输入 你要的二维码 然后这里的话你可以无视它 这里你随便填个填个什么的 没有关系的 然后旋转90度 这是二维码 调性码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然后调性码 你知道这边要选数字的话 你就是这里有个字体 字体显示 然后旋转90度 啊旋转错了 旋转这个90度 啊是这样子的 一样的话它是可以360度旋转 然后你可以保存 关闭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就是 然后这里再点去 也是 哦这里一样面 你把这个改成边 我刚才设置的是模板1 你就把它设置成模板1 哦它打印就行了 打印的话就是这样 打印就这样的信息 对 对 对